車輛高速行駛 這時前方突然出現一輛機車在車陣裡穿梭 車內乘客看見懷疑是自己眼花了嗎 因為根本不該有騎士出現在這 目擊駕駛說擔心騎士走錯路 原本想靠近提醒 但對方越騎越快 沒過多久消失在視線範圍 這名白衣騎士似乎很熟練 29號下午4點多 不顧四周車輛速度都很快 大膽騎在速縣110的國道3號上 還是無牌機車 國道警察獲報後前往查看 但沒發現這名騎士 將調閱監視器畫面追出車主開罰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機車騎上國道最高可以開罰6000元 紅黃牌重機也適用 雖然機車闖進國道一髮就是好幾千塊 但是類似的情況還是不斷上演 光是去年只有一千五百六十四件 今年一到七月也超過一千件 曾經有騎士照著導航指示 卻騎上國道 機車主使用時得勾選避開收費路段 更別因為搶快故意違規 畢竟高速公路上車輛時速都在一百公里左右 千萬別拿命 開玩笑 TVBS全網正門國映新媒體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